这姑娘太会告假了 没没没 莲哥不是让我来这里的时候 帮她选购点东西吗 咱们一起去帮她 买点她需要的东西吧 买一个水壶 多少毫升的 800毫升的 这多少钱 就15块钱 行吧 放开吧 这谁呗 还要那个就是防风的那种 有了 我能打开看一下吗 连帽子都有了 还有杂帽子 行不行 再要看到那种胶鞋 也就是那种放羊穿的那种 这这一片上都买上 我以为要逛好久 你给找个适合的鞋垫 这个挺好看 你给我取个这个 行 帽子 这多少钱 15块钱一个 14吧 14有点便宜吧 14世纪的鞋垫 行 两个 给羊瓜和姐夫一人一个 这多少钱一个 这10块钱一个 不能8块 8块吧 7块钱多少钱 7块钱25 这能有 知道说 不用 不用 行吧 喝就喝就喝 那这个不行我一定要化 行 行 这个你也不能 25 这个就没有 那万一不合适咱 不合适拿过来行 所以我再拿上一家 我再拿上这一家 那这两个40吧 行了 这姑娘她就告家了 会过日子是吧 对 你们算钱了吗 我买这些东西花了多少钱 来算一下 你们算到了吗 其实这些东西就花了150块钱 颜哥 从这里给你带的东西带回来了 首先就是一个防晒帽 这帽肯定是两块的 然后没有保温水服 这个就是这几天你这样可以化身 是的 这个就帮你跟姐夫姐带一下 好的 我觉得最有用的是这个 你明天开始一定要带 你看 然后还有就是给你买了一双鞋 你就都提回去吧 你洗一洗 能用的就打发用上吧 要不风太大了 好 谢谢了 没事 多少钱我给你切 行行 你别逃了 下次再说 下次再说 到二星期 我走了啊 我给你添麻烦了啊 没事 我来谢谢啊 再见 谢谢 一个经历过人间大难 背景离乡 局目无情的人 知道伸一脚前一脚走了多远 来到这大西北 却依然能孝着 面对这个让他 尘土满面的一分时间